相关的基隆新北台北的这个战场公听会的意见 我们都会纳入我们相关的中文报告 这个基隆捷运公听会是综合规划公听会的第一场 选在台铁七堵站内举行 参加的民众相当踊跃 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的市政团队 以及各区的议员都到场关心 大家也当面向交通部铁道局反映在地心声 我们办任何的公听会 这个资料不是只要一张保保的一张 待会交代清楚 我会觉得是被你们戏弄了 我们从去年就一直在对交通部讲 也在问基隆市政府的前市长黎又昌部长 也要在这边问铁道局 究竟基隆捷运的开发目的到底是什么 当时在讲的是北北基陶首都圈 串联国家门户的从海港到空港 所以基隆市可以零出资 它不是为了基隆市的通勤目的而发展的计划 当时零元 这件事情我觉得必须要在计划目的 这件事情请李刚主密能够再次说明清楚 现在基隆市要负担这么多 你们的计划目的改成那样 那请问当时林前市长所提的这件事情不算数吗 所以每年上缴中央的整个关税货物税都超过我们想象的 所以在这边我也是希望我们李主任秘书 能够对于这些额外再增加这些金额的这个 这个经费的是不是有可以来协助我们地方上 我是建议就是第一个我们的板南线就直接的延伸 不需要换新的系统 这样可以节省系统转换的预算增加 七堵明德一路这一段到大华桥头这一段 路幅很小 不知道规划设计是如何去克服 到我们的七堵国小 还有我们的堵南国小 这两个平常上课时间 他们其实要非常专注的 那如果捷运沿线一直吵吵闹闹闹 其实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的效果 跟学习的程度 因为捷运是一个城市 它能够串联起来 跟外界串联起来的象征 我觉得很着急的一件事情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捷运的话 以现在基隆现有的对外联络的交通方式 其实是很便利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捷运的话 我们基隆到底会不会退化 如果会的话我们应该要盖 可是我们盖的话 要如何提升它周遭的发展 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关注的目标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他知道基隆捷运 对于未来基隆发展的重要性 不过根据市府估算 经费可能还要再往上攀升 超过60亿 他希望中央能够体谅 基隆的财政状况 基隆捷运现在地方基隆的负担额 总数为35加26亿 一共为61.65亿 再跟大家报告 61.65亿 那当然即便是60几亿 在这个原则下 本府还是要基于跟这个交通部 继续努力的沟通 来讨论出一个可行的财务模式 而基隆捷运八堵到基隆的第二阶段规划 也成为现场关心的另外一个焦点 参与的民众认为 中央有必要尽快地把后续进度 跟大家说明 不然这个基隆捷运辐射范围 只有到七堵以及暖暖的一部分 似乎跟大部分的基隆市民没有直接的关联 很难有具体支持 因为只到八堵 大家更期待的是八堵到基隆的这一段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进行 那如果一起做规划的话 能不能在这边麻烦铁道局 就正式开始一期二期 不只是只有南港八堵端的基隆捷运 还有八堵基隆端的基隆捷运 第二期一起做规划 那也包括说像是以我们安乐区来讲 捷运目前没有要进入安乐区 还有基隆非常多的地方 可是我们的基隆的安乐区的民众 还有很多需要用这个捷运来通勤的民众 他们的这一整个接驳的规划 到底要怎么来安排 所以有没有的苦 政府的这些市民朋友 不可能相受的捷运的这个好处 所以市长 我们不用负担他们多钱 不用他们负担他们多钱 七分之二就好了 七分之二 我们不必负担那么多钱 他们要做这些工作 要叫我们所有的基隆市民 来负担这么大的金额 我跟你说 那个高速公路 一高 二高 三高 四高 五高 快速道路 都一条有把线 在经过的西区来收钱 铁道局方面也表示 会收集地方的意见 纳入基隆捷运综合规划当中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